- 掌聲台灣守護台灣今天三十五來賓都很年輕 在自己的事業當中有非常精彩的故事 第一位跟各位介紹我們台中 就在這個台灣大道附近的第二市場 丁山肉丸的第四代 歡迎孫玉潔 哈囉大家好 我是台中市第二市場的丁山肉丸第四代孫玉潔 今天肉丸來有人叫你肉丸有人叫你丁山 都叫肉丸因為丁山是阿公的名字 所以丁山肉丸是阿公的名字 你是第四代 我是第四代 很多人說這個肉丸今天要來講第二市場 他身負重任 因為第二市場是早期我們台中 日本柏萊品跟日本水果最多的地方 對 那個繁華要靠你再現了 希望今天可以好好呈現一下 那你開始吧 好 因為我們第二市場是從清朝時期 其實就開始有了 然後到日據時代 應該算是台中最資深的一個市場 那我們早期就是以賣精品水果為主 那後來就有很多在地小吃的加入 然後也是有蠻多都是三代四代的老店這樣 所以丁山肉丸到第四代 其實玉潔像我覺得很特別的地方 像是第一個 在這一次的疫情期間 第一個推動第二市場願意走外賣 對不對 當時很多阿公阿嬤一直罵你 說不可能 那個時候 疫情還沒爆發前 其實我那時候就是想說增加一個曝光率 因為我把店重新改裝 然後想說就是可以從Uber 比較多年輕人的地方下手 然後市場的人都覺得就是 都老店這麼穩了 幹嘛要做這些有的沒有 生意那麼好了 對還要讓人家抽趴 他們覺得不划算 然後就一直笑就說 這白癡怎麼賺不到錢這樣 然後結果後來疫情爆發 整個菜市場幾乎只有我有外送 剛時只有你有外送 對就是只有一兩家有而已 其他人都還沒有 然後後來疫情開始中間比較舒緩的時候 就有一些哥哥姐姐就來問我說 就是外送平台怎麼用 怎麼抽成這樣 那我就覺得就是被笑也沒關係 反正我就是走這麼前面 就是讓你們知道說 現在的環境到底是怎麼樣這樣 其實你一直以來都做很多被笑的事情 不過後來事實證明你是對的 包括你把你們叫的老店 把它弄得很文清風 對 就是因為有一陣子 我早期是做夜店 然後跟運動用品 就是都不在我家幫忙 其實就是只是偶爾幫忙 然後後來去台北之後就覺得 看了很多不一樣的東西 也學一些東西 就想說可以 回台中可不可以改變一點東西 因為我很喜歡老市區改新的東西 對 所以我就跟朋友一起聊天 然後就畫一些設計圖 然後請他們幫我就是把電力狀況這樣 今天育姐也提供給大家很多 第二市場早期的老照片 對 看得超有feu 對啊 其實就是我們就是從小到大 就是 都在那邊跑在那邊玩 就是看他現在這樣慢慢變慢慢變 然後變得越來越漂亮 這一張是在第二市場裡面 這幾年前的照片 這張是在第二市場裡面 這個應該是日劇時代的時候 這是六角樓 六角樓 這是現在 對 這是現在的照片 對 所以我後來就是把那個六角樓的logo 請朋友畫一個圖騰 然後我們就把它做一些 一些周邊 對 讓大家可以更深刻印象 然後這一張是你們家的 對 這是後來改建之後的招牌 好看啊 對 就是比較簡單一點 對 其實定三八晚不是在市場裡面 在市場的旁邊 對 我們移到市場對面 原本在市場 因為後來就是地方小 停車不方便 我們想說讓客人方便一點 就移到對面 其實我 回台中去的時候 我特別跑了一趟第二市場 那個真的有一點比較矮對不對 對 像如果你大概200公分 他可能就到頂了 就裡面就禁止籃球員進入了 太矮這樣 對 對 就是壓迫感太重 不過他裡面真的還是生機勃勃 對 因為我們算其實偏觀光市場 所以其實假日還是很多觀光客 對 今天玉姐要告訴大家 為什麼定三八晚可以賣到100 我們現在119年 119年 而且第二波 他說他們家的那個意面 韓國觀光客超愛的 帶你來聊聊 對 可以 今天玉姐還有帶他的好朋友來 你跟我們介紹一下隔壁這一位 這是我台中也是餐飲同好 然後他也是 以前也是設計師 然後 很有品味 然後也很有自己的風格 然後他的代表就有咖哩跟居酒屋 然後他叫方勝元 對 幫我們打給招呼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勝元也是設計師 我之前是做設計大概做快10年 然後後來才突然轉戰餐飲這樣 設計什麼 我最早是做平面設計出來 然後後來迎援機會變成服裝設計 我在服裝設計圈大概做了8年左右 你設計炒牌的衣服 對 炒牌的 那後來 我原本做炒牌做了蠻久一段時間的 但是因為我自己其實內心 應該講設計是我的專業 但我內心是對餐飲美食是非常有興趣的 所以我在做設計師的同時 我還有經營我自己的一些美食部落格 到處去吃好吃的啊 寫好吃的啊 我覺得很開心 然後後來因為 我做服裝的時候 遇到了那個時候剛好 有一些外國的品牌 就是說Uniculo啊 Zaru啊 或是一些蝦皮購物 對 我覺得那時候 對服裝的產業打擊很大 因為以前都成 你都設計那種很獨特的衣服 可是沒有想到Uniculo進來之後 就是一個Style 然後就量很大 是沒錯 而且我那時候有個感想就是 因為我自己做設計師 我有我自己喜歡的品味 跟我的喜好 所以我做我覺得很好看 很帥的衣服 卻都賣不好 然後好看都是 我自己覺得很普通的一些 大眾型商品啊 簡單的素體啊 那種才賣得很好 然後我就越做越灰心 所以我就想說 我一定要改做一個 我做的東西 大家為了這個東西 而來的一個事業 我覺得餐飲業 一定是這樣子沒錯 你今天要告訴大家 你有兩個品牌對不對 大概說一下 一個是走咖哩飯的路線 對 我兩個一個是小次男咖哩 在台中有兩間店 那另外一個是我最新的品牌 叫做落日小酒廠 小次男咖哩就是前面的這個 Logo 是你自己的Logo 都是我自己做設計的 所以這包括裡面的圖樣啊 或者是顏色 都是自己設計的 對整個卡通圖案啊 字型 甚至我店的裝潢 多數都是我自己做規劃設計 哇那你也跟那個郁姐一樣 把那個老屋做改變 是 我當時第一間店的時候 小次男咖哩最早就是一個 很老舊的一個房子 我那時候其實原本 不是打算進行咖哩飯的 應該講我還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當時 我在做咖哩飯之前 是先從日式剪餃開始 日式草莓日式剪餃 然後後來做一做我 因為音樂經驗下 看到一棟很漂亮的老房子 我就說哇那種太漂亮 我覺得我應該可以幫他做點什麼 而且那時候租金又覺得還可以 我就先租下來 再慢慢思考要做什麼東西 所以那間店他租下來 大概半年後 然後才生出現在小次男咖哩這個店面 所以沒有苟且啦 一定都有醞釀起 真的我設計啊 加上菜色規劃都很認真 在做很多事情 你目前是兩個品牌一起走嘛 一個咖哩 那一個走的是日式的 夜店風的日式居酒屋 是 我居酒屋的風格 因為我自己 我以前都非常喜歡日本文化 日本風格 所以包含我之前做炒牌啊 或是我做的小次男咖哩 或是我現在居酒屋 都是以真正的日本風格 來做 樣貌 整個樣貌是比較日式風格的 那因為我當初做小次男咖哩的設計的時候 我裡面燈光比較昏暗 然後都放一些比較 例如說City Pop 或日式那種 一些音樂 大家都會以為這邊就是 酒吧或是居酒屋 那我說那我乾脆來開居酒屋好了 反正我也喜歡 後來就做現在這個風格這樣子 包括你今天帶來這位好朋友 也來自於日本 是 他是我們店同事 叫做Momo 所以現在居酒屋的很多菜色 都是他在主理當中 應該說我們 我會一起規劃一起討論 然後還有其他同事這樣子 待會也請你好好來講一下你們的特色 好 第三位來賓交給你介紹 他是我在參加四級活動認識的一個高雄的朋友 他是一個年輕人然後很有想法 然後也是在老舊的高雄市區 開了一間咖啡店 共生咖啡的老闆 蔡勳 蔡勳交給你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所以蔡勳跟玉潔一樣都在 就是老舊的市場當中開新的店面 他是在高雄的老市區旁邊 那邊開了一個咖啡廳 你現在以經營咖啡廳為主 對 那你跟他們一樣 應該很有咖啡的工作經驗才敢開這個店吧 對 也是在咖啡店待了快七八年 快八年左右才出來開的 然後中途就是一直參加拉花的比賽 然後跟一些咖啡的一些考試這樣子 其實今天當時蔡勳勳跟我說 我可不可以搬那個拉花 算拉花機 咖啡機 咖啡機來 對 他本來要搬來的 大概這麼大台對不對 對 差不多會是這樣 然後跟磨豆機這樣 對 然後還要磨豆機還要打奶炮 對 還要那麼調 其實拉花是蔡勳應該是很厲害的項目 他又得名的 今天因為搬不到現場來 所以我們只要用照片呈現給大家看 對 拉花 拉花到底他的真正 他的訣竅在哪裡 他的訣竅是在於奶炮 跟濃縮的融合這樣子 對 然後再來是圖形上的 你可以拉出這樣的圖形出來 對 就是獨角獸飛馬 然後是海馬 對 就用外帶被拉的 對 這種圖案一般不見得 一般人不見得拉得出來 不見得 要練習 要花滿多時間去練習 對 所以你對美感是很有想法 對 因為包括電影的設計也是 就是自己跟設計師討論的 然後用了高雄的一些 感官的特色去呈現我電影的風格 這三位來賓都很有設計的天分 你當時跟丁山霸丸認識是一個跑市集 對 那你們有什麼樣的合作 我們在前幾個月有一起聯名 就是我邀請他下來高雄 因為其實高雄滿多朋友跟一些客人 是很想念他的霸丸跟他的意念 因為沒有吃過這種台雄口味的霸丸 對 然後就把他帶下來 然後就是一起做一個 他出他的霸丸跟意面 然後出我飲料 我就強項這樣子 那像聰明 等於是一個客人進來之後 那個消費金額增加很多 對 對 互相拉抬的概念 算是算是 互相幫承 所以今天蔡薰要這樣告訴大家 他的咖啡 還有你的甜點 對 我們很期待 好 那我們就再回到這個玉姐這邊來 是 我們要開始來吃霸丸了 可以 你今天帶幾顆來 我今天台面上兩顆 但台面下滿多顆 台面下滿多顆 對 我本來想說 會不會那個聖元 或者蔡薰他們想吃 請他們當消費者吃一吃 告訴他們的心得 他們應該吃到 不想再吃了 沒餐飲都會吃 對 因為蔬菜我都是先三顆 台中人都必須要吃 那我問你 他們家的霸丸 為什麼真的這麼厲害 請聖元說 我自己覺得 其實我每次都問他 我很想問他有什麼訣竅 對 霸丸那麼好吃是加了什麼 他每次回答我都說 沒有啊 就是新鮮的什麼 就是什麼跟什麼 對 他這樣回答我 很像沒什麼東西 他就說我就新鮮的後腿肉 對 我說奇怪那為什麼就是特別好吃 我就 可能他有偷偷不跟我們講 你說 他說 口袋裡面有一些秘密 對 其實新鮮就是重點 對 因為我們其實都是每天早上現做 然後 像我們包含的皮 我們是用再來米 因為一般都是用米漿 米磨成漿然後下去煮 但我們是 就是新鮮的米 然後下去熬成粥 打成漿 所以我們的皮的顏色跟一般不一樣 是我們比較偏白色 一般的話都是透明的嘛 他是吃起來比較Q 因為他是粉比較多 但我們吃起來是軟Q 他是因為米的成分大概是7 然後粉只有3而已 所以你意思說 這個肉碗要能夠賣百年的原因 是因為他的皮的做法就不一樣 對 我們皮應該 現在全台灣應該只有我們這樣做 很費工對不對 對 因為其實工序蠻多的 就是Q 對 然後吃得到米的顆粒感這樣 一點點米的原味 如果你一直去細攪的話 其實是會有米的味道 所以為什麼有人說 你們家的營業時間不夠長的原因 是因為賣完就沒有了 對 我們就是限量量產 我發現很特別 聖遠他們 真正我覺得厲害的地方是他的醬 對 我們醬也是米做的 像我們是傳統紅白醬 白醬的部分 就只有米跟糖兩個東西 其實沒有其他東西 白醬只有米跟糖 對 那辣醬的話 是有加一點味噌跟辣椒而已 然後是因為我阿公以前那時候 煮起來的時候 他是有點橘紅色 他覺得沒有那麼討喜 所以他就加一點那個 昂骨粿的那個顏色 所以才調和成有一點粉紅色這樣 真的 我覺得他厲害的地方是他的醬 是 聽說都很厲害 皮要很Q 那種米的味道 然後配上白醬的甜甜的 那紅醬的辣辣的 對 那個感覺就 其實滿開胃的 其實甜辣的感覺 就很搭 對 對 那另外裡面的肉 我剛剛雖然還沒有吃 但是我吃得出來 也是很 很有調味的味道在裡面 對我們有就是基本的一些 辛香料調味而已 然後他就是主要其實就是 我們是每天早上送來的那個 豬的後腿肉 剩餘 那就是他的所謂的新鮮 意思是這樣 是 等於說這些肉 裡面的肉 都是當天才做的 對我們都早上就是 市場那邊屠宰完之後 就送過來這樣 然後要醃 對我們像我們豬肉配合廠商 其實也配合三代 對 也是我們都長期配合 就是互相信任 等於是說他每天要固定送多少 就到你家 對 有時候可能他們配送多少 我們其實就做多少這樣 難怪量不多 對就是量產的問題就是這樣 肉圓的特殊還有呢 我們其實 還有醬油 我們醬油跟一般不一樣 裡面還有淋醬油 對我們其實是硬油 那他的吃起來的話就不會死鹹 然後會比較回甘一點點 這樣跟那個甜醬辣醬搭配起來的話 就是你吃起來不會那麼膩 對還有香菜 其實香菜是 但是香菜就見仁見之啊 我很喜歡香菜 就是加香菜的話 香味真的會增加蠻多 跟你沒有加 其實吃起來會不一樣 它是兩個層次的感覺 所以你們不敢吃香菜的朋友 你就試著在肉圓裡面加香菜 你會發現味道真的是不一樣 真的是不一樣 有加跟沒加就是不一樣 香味其實就差一半了 鄭遠他這樣講你滿意嗎 我最愛香菜了 那可以 你滿意嗎 他介紹他們這個肉圓 我覺得他快把秘方全部講完了 有嗎 秘方講出來沒關係 可是我覺得他很厲害的是 因為其實我看玉姐 我有時候半夜晚上都在線上遇到他 或什麼 可是他不是每天早上一大早 都要去弄他們肉圓的東西 他說對 他幾乎都沒有在休息了 你沒在睡覺是不是 不太喜歡睡覺 所以我覺得他很厲害 一幾點開始弄 我們其實媽媽比較早大概六七點 那我就大概七八點之後 就下去接手這樣 然後呢 然後就我們一路坐 坐大概十點多 然後就去店裡 因為我們就是直接做完 就往店裡送 然後就開店準備一夜這樣 那為什麼都沒睡覺 原因是什麼 就 想說哪裡做不好 每天在反省自己 那你有哪裡做不好 我覺得都不錯啦 目前 對 夠老實 你的肉圓包括肉 皮還有醬 就是你的特色 對 再來你想講什麼 我們還有 我們家還有一個餛飩跟意麵 對 餛飩跟意麵 對 那我先介紹餛飩好了 因為我們家其實有做餛飩湯跟炒熟 那只是因為我 我就是比較喜歡跟不同的店家做合作 然後我們跟一個燒肉店叫Uncle Sean 然後我們跟他合作一個台中限定版炸餛飩 台中限定版 對 那他沾的醬料也是台中的醬料 東泉辣椒醬 就這一盤 對 然後吃起來就 他很開胃 然後很鹹香 可以試試看 因為東泉辣椒醬就是微微辣嘛 對 其實跟餛飩還蠻搭的 對 好那這一盤呢 我們待會就一起共享 可以可以沒問題 所以這也是屬於丁山 那我在想 因為餛飩裡面一定有包肉嘛 對 所以肉也是每天新鮮的 對 然後皮的話你要做炸的 代表它的厚度要更厚 我們其實我們餛飩皮跟一般不太一樣 是我們厚度比較厚 然後吃起來稍微比較Q一點點 比較Q 因為它像你外帶的話 回去其實它還不會太爛 因為有些餛飩皮比較薄 然後它你外帶回去泡著湯裡面 其實很容易回去 那個皮跟肉會分離 那我們的比較不會 雖然是冷的 對 可是吃起來還有脆度的感覺 對 因為它其實炸得蠻酥脆的 而且它油炸過後 其實它不會很稀有 所以其實還蠻OK的 不油 對 你的意面喔 這幾年受到很多韓國歐巴們的喜歡 是 去年開始 待會來跟大家講 為什麼你可以擄獲韓國人的味 沒問題 聲音要換你 是 你有特別先講咖哩 還是要先講你的聚酒屋 我今天沒有帶到咖哩的東西 但其實咖哩是我 應該講是我的 也不是說企業 應該講我最早其實是做 日式草蜜跟日式尖角的店 然後那個時候做到後期 因為 其實那時候聲音還不錯 因為我店當時 我店都是我自己設計的風格 所以風格來講都是 蠻獨特的一個設計感覺 然後那時候做尖角的時候 因為太多需要人力啊 包水餃啊 或什麼的人力問題 然後我好不容易教會這位同事 然後他下個月跟我說 老闆我不做了 教會這位他下個月跟我說 我說我不做了 所以我後來就覺得 哇 人力的工作真的太辛苦 所以我一定要做一個 比較不需要現場人力的工作 所以我就想到 我那時候就是看到一個老闆很漂亮 我那時候不是想說 要做什麼工作 做什麼品項嗎 對 我想我覺得咖哩飯不錯 咖哩飯我前期辛苦一點 努力熬努力做 但現場我請人 來幫忙 只要會盛飯會盛出來 就可以做生意了 所以我當時先做咖哩飯 所以那是我 最早等於是我的 不敢說其實是比較讓我可以 走到現在比較 讓大家了解 了解這個品牌的一個 一個重點這樣子 好吧 那咖哩醬 既然今天沒有帶那麼多來 每每機會 你重點其實應該 應該把這你的G95 對我現在 因為我現在 G95我們才剛營業大概兩週 大家還蠻喜歡的 那我們開始開喝囉 你要跟我們講 先講哪一個部分 我們店的調酒比較特色 調酒 我們店幾乎 酒類幾乎都是用 日本的甲類燒咒來做特調 甲類燒酒 是 因為台灣比較多 可能用Faga 或是一些歐美的酒款 然後來做集酒來做調酒 但我們都是 因為真正的日本的G95 其實比較 使用甲類燒咒 甲類燒咒它特色就是 比較沒有酒的臭味 所以它調起來可以 比較保留原本的原味 原本是食物的原味 我可以先試喝哪一杯 我覺得 豆乳的可以試試看 這是 這是日本的豆乳吧 用日本豆乳來做調酒 然後裡面加黑糖 然後還有燒咒 所以這個是有加日本燒咒 跟日本的豆乳 跟加黑糖的 它大概幾% 它燒咒本身是25% 調完大概9%左右 但喝不出酒感 很像沒有酒 但其實是 喝大概3杯 頭會開始 滿開心的 頭會滿開心的 喝不出任何酒精的味道 是 甲類燒咒特色就是這樣 其實我們店 滿多客人來 因為他們 可能喜歡喝一些外面的調酒 就會覺得 我們店是不是沒有加酒 然後他就說 可以幫我雙倍嗎 然後什麼嗎 但我看他們 大概喝了3、4杯之後 我就開始 越來越開心了 我說真的 喝不出任何酒的味道 所以這是日本很特別的 這個酒類的常見方式 對 日本幾乎都是這樣子 但我覺得你這麼 你這麼反骨 你的店面的設計 應該跟一般的居酒屋不一樣 是 那種夜店風 應該說我店的風格 比較 燈光比較昏暗 然後加一些紅色 藍色燈光在裡面 那比較更迷幻的感覺 這一杯這樣喝下去 完全喝不到酒的味道 所以會不知不覺 越喝越多 然後就 然後你這時候講說 我們要打金魚 喝酒情或過量這樣 我一定會 一定很重要的 再來 我們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還有蠻多特色 像這個是 我們一般檸檬沙瓦蠻常見 這個是檸檬沙瓦 對 檸檬沙瓦 但我們上面加了棉花糖 所以檸檬沙瓦本身無糖 然後把棉花糖味道融進去 就變有糖味道 然後可以吃到棉花糖的口感 有很多女生會 慢慢這樣一邊一邊拿起來吃 那當然交給摩摩囉 幫我們示範一下怎麼喝 因為摩摩來自於日本 但是它有中文 中文不錯的 中文不錯 這邊是你調的 對 沒錯 然後它 是上面有棉花糖 然後有些人是喜歡吃 這樣吃開吃 然後一口這樣子 一口喝酒這樣 蔡勳來吃一下 因為蔡勳他也是做特調很厲害的 然後再喝一口 一口 一口那個 你喝 你喝 我怕那個酒太多了 受不了 喝看你的感覺如何 因為這兩個算是可以互相交流 而且這個的好處是 有的人喜歡喝甜的 有的人喜歡喝不甜的 其他等於是糖度可以自己調整 我說真的那個棉花糖好好吃喔 你的棉花糖怎麼弄的啊 那是我們精挑細選的一個秘密 它的棉花糖好甜好香喔 很香 你有吃一些棉花糖嗎 為什麼 我們找蠻多種的 發現這個比較 跟這個是我們比較搭配的 為什麼不喝飲料再吃棉花糖 一口棉花糖一口 對 飲料真的會比較搭 對 你說一喝 一口飲料 一口棉花糖 對 因為我們這是無糖 就是比較帶酸味無糖的 對 所以配個甜的再喝起來 剛剛好 就是清爽的感覺 夏天喝個這個 對 不要再叫我喝了 拿棉花糖 換我主持 太好了 先繼續 再來 然後再來就是比較特色 這個是我們店比較特色 很多人會覺得很奇怪 但其實真正日本真的有這道 這是柴魚梅干沙瓦 上面是柴魚片 上面是柴魚片 下面是日本的梅干 鹹的梅干 我覺得聖元真的是一個很反骨的人 他都要跟人家做的完全不一樣 因為我自己覺得 像我以前做服務 因為我做設計的關係 所以我就不喜歡做跟人家一樣的事情 對 所以像我之前開咖哩啊或做一些東西 我的味道通常都是跟別人不太一樣的 就沒有對照組 你不會在我這邊喝到說 那家的什麼跟這很像 我就完全都長不一樣 這是我想要做出自己的獨特性 這就是這很有趣 上面是柴魚 然後裡面是梅干 我裡面還有再加一些日式的調味料在裡面 所以它其實雖然它是酒 但喝起來其實有點像是茶泡飯的概念 我剛剛喝了那兩杯 我就發現真的喝第三杯第四杯 可是我為了要做正確的示範 我不能再喝了 是 那這個呢 這個就是用咖啡 然後再加冰淇淋做調酒 漂浮咖啡調酒 哇等於是冰咖啡裡面又加了漂浮 又加調酒 那調酒是什麼酒在裡面 我們酒類幾乎都是假類燒酒 對 就比較喝不出酒感 就可以喝出原本的 例如說喝出豆腐的原味 檸檬的香味 還有咖啡的香味這樣子 玉姐你想喝哪一杯 我都可以 我喝過了你可以接受嗎 玉姐應該全部都可以喝完 對 不要 這樣出戶示範不行 不過有很多時候到劇酒屋 它那個feel很重要 就像你說你把它弄得暗暗的 對 然後其實它定在路邊而已 對 在收過百貨的後面 對在後面 那個地人其實很厲害 對 那個年輕人蠻多 三角窗 對面是一個公園 獨一公園 就氛圍很好的一個地方 又可以去公園聊天 又可以跑去店裡面吃東西 蠻好的 它很會選喔 對 人太多的時候請你拿這外帶 然後去公園吃這樣嗎 去對面做 真的假的都這樣嗎 我真的是這樣 因為我們有時候生意太好 然後客人來沒位置 我說欸 還是你先拿杯外帶 或是你拿杯子去 我們對面剛好有地方可以坐 坐在公園 氣氛也不錯 然後再等時間到 打電話回來 他再回來這樣子 哇 所以其實很多做生意要做得好 真的要天時地地人物 地點很重要 我也覺得地點很重要 沒錯 待會你跟各位介紹 其實你的食物也很厲害 是 你沒有帶Menu來的 我沒提醒你對不對 對 沒帶到 它有好多Menu很奇奇怪味的內容在裡面 大家到店裡面可以感受一下 不能讓蔡薰等太久 蔡薰讓我覺得他也很瘋狂的地方 是他告訴我說 他雖然是從咖啡廳裡面 學了一身功夫 一直想自己創業 不過創業這三年以來 就先遇到了疫情 對 沒錯 但他說我就是瘋狂 我要把所有台灣的水果 全部拿來做特調 一開始要怎麼介紹第一款 第一款我先從荊棘好了 荊棘是我們在台灣很常經的一個水果 荊棘檸檬啊 荊棘這些東西都很常出現 然後我就是拿來做咖啡的結合 你在喝的時候會喝到很明顯的 荊棘的香氣 而且是很清爽很清爽 所以你做的是水果口味的冰咖啡特調 對 而且他原來很簡單 就是荊棘檸檬跟咖啡還有一點糖這樣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喝了嗎 可以可以可以 還是要搖一搖什麼之類的 不用搖 你可以用攪拌 那我在店裡以後 我是會用果汁機打過 用果汁機打咖啡 他已經有打過 好 你第一杯是檸檬特調 金桔檸檬特調 對 請問哪一杯要認領 來 好朋友們 謝謝 好 你決定 喝一下給我告訴我們感受 我覺得很厲害的是 因為一般假設你喝咖啡口味的什麼 你會覺得要嘛就太果汁味或太咖啡味 但他這個果汁的香甜 喝下去之外 他咖啡味道非常的香 結果咖啡味道完全不會被任何的香料蓋過 其實他們兩個不認識 他說我網友今天第一次見到 你是第一次見到 可是你竟然能夠把他來咖啡講這麼傳神 確實是這樣 他這樣講我會想喝喝看 我喝第二款 好 OK 然後第二款的話是 它是蜂蜜冰美式 對 然後因為我的蜂蜜是跟那個彰化的一個好朋友 他是養蜂農 對 他是個年輕人跟我一樣很年紀 然後就是接手他家人的那個蜂場 然後做出很純很純的蜂蜜 做出很純很純的蜂蜜 這樣子去採蜜 所以他的蜂蜜呢 層次是非常足夠的 對 現在喝喝這個非常濃郁的蜂蜜香氣 然後我也會帶咖啡的味道 哪一杯是蜂蜜咖啡 這杯這杯 這杯這杯 聖遠來 你給我你的吸管那杯給我 好 這樣可以 可以 那個多幾支大家可以輪流一下 我準備四支 我覺得他很特別的地方是 剛剛這個荊棘檸檬的味道 跟咖啡的味道 兩個都很強 對 沒有誰壓過誰 這個也是 蜂蜜的也是 邏輯是很像是不是 而且他剛剛說 這個蜂蜜的蜜蜂比較 採各種的 所以我不太知道 他這個算是什麼蜜 雜蜜 一般是說百花蜜 很豐富的 它果香很重 我覺得果香就比較重 那種鳳梨跟熱愛水果的相似 是是是 鳳梨的味道不錯 我們這樣子輪流這樣喝會不會很不太禮貌 不是吸管門 應該 某某可以齁 好來繼續繼續繼續 然後再來就是 百香鳳梨冰美式 百香鳳梨冰美式 對對對 其實我店裡也有出過鳳梨冰美式 然後這是 要讓它的味道更有層次 我加了就是百香果進去 好 然後那個鳳梨它是土鳳梨 然後把土鳳梨去跟那個蜂蜜 去做醃漬 然後做成蜂蜜的 鳳梨的蜂蜜糖漿 一起把它打出來這樣子 喔 這個好好喝喔 還有那個土鳳梨醬的果用在裡面耶 它很會亂搞 喔不是啦 它很會搞咖啡不同口味 可是很厲害耶 土鳳梨醬 然後呢 加百香果 然後加一點咖啡 對 我告訴你這一款 跟之前那個味道不太一樣 你看看 因為土鳳梨它的酸度比較高 然後再加上蜂蜜的甜感去把它拉出來 而且很多果肉耶 對 這一款是唯一 剛剛我們喝的過程當中 咖啡沒有那麼強 因為它整個被蜂蜜的味道蓋過去了 對 因為蜂蜜的味道很強 然後加百香果的香氣在裡面 這更有層次 欸這個喔 非常好喝 你有沒有要喝一下 我覺得這 我的店感覺可以賣 可以 加酒 欸有道理 太棒了這個 如果加你這個 日本的手中的話 會不會很讚 對 合作一下 其實厲害的地方是它那個鳳梨醬很強 對 某某你覺得可以嗎 好好喝 嗯 這個女生會很喜歡 女生一定會喜歡 女生一定喜歡這個味道 因為它很又香又甜 嗯 然後咖啡可以再稍微強一點沒問題 嗯 好那你們就好好合作 再來第四款是什麼 好第一款是冬瓜 冰美式 冬瓜茶 對 你看我們這 我們四款全都是台灣的原物料 嗯 冬瓜就是有古早味冬瓜的 那個延長在那邊的店家 所以我也是會找我們 高雄附近的一些 然後店去合作 欸你繼續說我已經喝上癮了 OK 然後這個冬瓜它是 他們又要賣冬瓜磚 所以我把冬瓜磚熬成糖之後 會做一個冬瓜糖 然後再把它 冬瓜磚熬成冬瓜茶 去做結合這樣子 所以冬瓜茶它要輪到那個 郁姐來做評論對不對 冬瓜 郁姐應該以前有喝過啦 我記得我之前 四季的時候沒有遇過 就是它其實 是蠻Balance 而且不會很膩 因為冬瓜有時候過甜 但它其實跟那個咖啡香 融合在一起的時候 是蠻match 欸你接下來還要調 鹽巴做什麼不同口味啊 你說你全台灣的水果 都把它特調一遍 對 我這週還有一個四季要做 所以我就是用小玉西瓜 小玉西瓜 然後呢 然後做成冬美式 那一定很清涼 對 很清涼 夏天的味道 還有呢 然後 接下來還會 因為我接下來七月還有一個香菜的四季 也是會做香菜的特調 香菜就是肉丸的香菜啊 對 然後就是香菜自己定山友誼區 香菜果汁的特調 對 香菜美式跟香菜氣泡飲醬 你們那個市集在哪裡辦啊 在高雄 柏洱特區 7月幾號 7月6號跟7號 所以去高雄柏洱特區 喝得到你們的香菜特調 可以 還可以吃到爆量香菜肉丸 對 對 你的肉丸加很多香菜 味道一定更讚 對 就是會被香菜掩蓋這樣 那時候聯名的時候 那個每一個肉丸跟那個 衣麵都加滿香菜 然後加上我的飲料這樣 你有沒有發現 今天這些來賓 他們很有創意 而且他們都很愛吃美食 然後吃得很喜歡 他們就覺得消費者一定 一定可以能夠接受 是 我們再回到肉丸身上去 是 你剛剛告訴我們說肉丸 還有你的那個餛飩 剛剛吃過了 對 我記得那時候玉杰跟我說 最近很多韓國觀光客 跑到台中的第二市場 是為了你們家的意念去的 對 因為剛好去年有一檔節目 叫我獨自生活 然後他們就是主持人剛好來 我們家吃意麵跟肉丸 然後就是他們吃完之後 就很喜歡這個意麵 因為他們覺得那個味道 跟韓國的大醬很像 這個是你們家的意麵 對 所以韓國人喜歡這一碗麵的原因 是因為你們家的特調的醬 對 肉燥跟醬油膏 然後我們肉燥就跟別人不太一樣 肉燥跟別人不太一樣 對 媽媽的愛嘛 對 因為我媽有加入一個 就她自己的特調 跟一般的那個肉燥不太一樣 我剛剛 雖然我還沒有吃 我看得出來 丁山肉圓他們家的肉燥 的肉塊比別人大顆 對我們是用比較粗的絞肉 因為一般都有的嘎巴都很細 對 這樣比較吃得到口感 聽說要給我筷子對不對 謝謝 謝謝 好 你看這麼多筷子 一直說我們可以一起吃 來來的那個聖遠 來來來 謝謝 所以韓國人為什麼喜歡吃我們台灣這一款 的那個 因為它的口味吧 就是跟他們當地的 有點像大醬麵炸醬麵那一種 謝謝 還熱熱的吃吧吃吧 好棒 好你先幫我吃 好 發現他也很會解釋那個吃的內容 因為畢竟當設計師 而且自己 當時明明在設計衣服 跑去做美食 還寫部落格對不對 然後後來才真正的走入到食品這個行業 然後自己開店 很好 他這個 我覺得不是一般的只有鹹味 他還有帶一點 甘甜味 不知道是什麼樣的甘甜味 就吃起來會特別的順口 甘甜味啊 甘甜味 我覺得他醬料 遇起來為什麼會醬 他剛剛有說他媽媽的一個 我媽媽其實有加 在肉燥裡面有加沙茶 就是跟一般的古早味 肉燥不太一樣 然後我們醬油膏也是有選過的 他剛剛說他媽媽的特條 原本不能講 他全部都講完了 我就喜歡把秘密分享出去 看完這一集應該會生氣 媽媽的特條裡面 我記得你之前告訴我說 有加沙茶醬 對 有加冬泉辣椒醬 冬泉是另外加 不一樣 對不一樣 就是韓國也蠻喜歡我們的 冬泉辣椒醬 因為跟他們韓式大醬 有點像是都是糯米 糯米做的 所以味道就是蠻接近他們的口味 你就吃一口對不對 對 你不用跟我客氣啊 因為我吃一口停不下來 太好吃了 真的太好吃了 真的很好吃 你可以做幾碗 可以再做這一碗 摩摩來 哇真的很好 真的很好 還是你要給小薰吃 給蔡薰吃 這麵真的好好吃喔 我告訴你這不是韓國人喜歡吃 台灣人都會喜歡吃 是 就是比較我們傳統的 台灣的小吃的味道 而且肉真的很大塊 哇他們那個肉真的是 對 因為肉大塊之外 它那個醬喔 我實在沒辦法說 就是好吃 蔡薰你覺得那個麵怎樣 非常好吃 而且很鹹香欸 對 它沒有很鹹 好像就是很香 很香 嗯 因為女生吃麵可能會 鏡頭沒有很好看啊 嗯 因為你的優雅會 會失去掉 所以我就沒有請你吃麵 但是你看得出來 我們吃得很開心喔 嗯 很開心 嗯 對 很開心 所以這就是 韓國人為什麼喜歡去吃麵的關係 欸 我可以問你嗎 這樣一碗麵賣多少錢 我們賣45元而已 便宜喔 便宜喔 銅板價 我們都銅板美食 你這樣的麵在台北沒有賣到六七十不可能 嗯 它的量雖然沒有很大 可是它裡面的材料 對 都有挑過 對 我們也是 其實也是溫體豬 我們就是我們家就是都用溫體豬 你可以繼續吃啊 你要留給我吃嗎 我想說 等一下可能還有其它 還有其它東西 還有其它 好那你繼續講 好那 這些是我們第二市場的美食 喔 要promote第二市場的時間到了 聽說有很多民意代表跟很多地方的好朋友都說 稍微施壓啦 不是啊 這是叫我好好介紹 對 要好好介紹 對 那這個就是最傳統我們台中的炒麵 然後 東泉的話就是 我有一個好朋友叫張立東 他說我一定要淋三圈半最完美 所以我剛才先幫你淋上去 因為我也是台中人 我說實話 以前我們只要去上課讀書的時候 都是這樣一碗炒麵 然後淋一點東泉辣椒醬 這就是我們以前小時候的記憶 就是我們不管吃飯吃麵都喜歡加東泉 然後還有這個是我們市場的控肉飯 第二市場的控肉飯 對 然後我們市場有兩個霸燭 白天是叫三合 晚上是離海 他們是就是市場最強的兩個控肉飯 然後他們是一個做白天一個做晚上 所以請大家有機會去台中第二市場 雖然市場已經百年了 對 雖然很多建築物是非常的老舊 可以叫說吧 可以可以 很多地方真的老舊 可是那個味道繁華還在 對就是熱鬧的程度還是依然在 不管平日或假日都其實都還是蠻熱鬧 對 那我們繼續吃麵你繼續講 可以可以 那還有一個是我們台中特有的特產 叫螞蟻 那吃起來就是比較 有點苦肝苦肝這樣 然後他都會加一點那個地瓜 中和掉他的苦味 但他只有在夏季才有 所以他其實是算消暑聖品 但其實蠻多人不敢吃 因為他有一點稠稠的 因為他是用那個 麻藝草去揉出來的那個 棉液 然後一起下去煮湯這樣 所以這也是蠻多人到市場都會試看看的一個湯品 所以我想我的感覺 他們家的那個伊麵比台中炒麵好吃 我不敢講 但是真的很好吃 我覺得他們家的麵比較好吃 真的很好吃 那個炒麵有點 可是我覺得 應該說 台中炒麵台中螞蟻或什麼的 都是在地人從小的一種情懷跟 對啊 就是非常喜歡 吃的是回憶 對啊 我也是在台中 我也是很喜歡 可是吃過這個 這個點那個好吃 我也不去了 我只能道歉了 他這個 他這個 異面現在是我們台中之光 我們現在好多 我們光光 我們店裡很多韓國客人 我懷疑都是 因為他的關係到台中來旅遊 其實如果韓國人喜歡 某一個樣 某一個品項 他能夠語錄均竿竿是好事 對 因為其實像我們 從去年開始 每天平均都有三成到四成是韓國客人 然後也有 韓國那邊的旅行社有打電話跟我們說 就是 他們有幫我們排入 他們來台灣的行程之一 對 就是 而且現在又直飛了 台中韓國直飛了 所以就更多韓國客人會來 台中玩這樣 是 其實我們剛剛吃得那麼開心 其實我要留一點餵吃你的 謝謝 我們店的都是 比較多是 居酒屋的下酒菜的小料理 因為真正在 因為其實台灣的很多居酒屋 在裡面 一般都是以串燒跟快炒為主 但是我們 因為我自己比較喜歡日本風格 然後其實日本當地 都是比較多這種小米料理 小盤的小料理 然後例如說 我可以吃這一道喝點酒 然後再次可以 等於是 每一道菜不用吃太飽 但是可以吃到很多種不同的樣貌 這樣子 我們店也是這種風格 都很多各式各樣的小料理 我們先吃這個 是 我今天帶來三個 這個是 我們那個 我們叫無花果的奶酪 做的下酒菜 其實 感覺出來你非常的用心 無花果做成奶酪 然後加冰乾 它這個其實雖然叫無花果 但其實很多綜合水果的果乾 然後加上一些奶酪 還有一些調味 這樣吃嗎 對 其實有點像法式典型那種感覺 吃起來 摩摩這個交給你好 摩摩 可以嗎 這個是他研發是你研發 店面菜幾乎都研發 但是我都會請教他的建議這樣子 這個每個女生來都非常喜歡 這個樣子就是很健康 然後吃起來會 沒有負擔的 會非常好的感覺 沒有負擔的 待會我要吃蔡薰 待會我們一起吃蔡薰 他們家的那個肉桂捲 還有花生捲 他肉桂捲剛做好的時候 這邊整個都是那個香味 肉桂捲剛做好都是那個味道 對啊 太香了 你對食物也很有研究 你覺得這一款的特色是什麼 它的餅乾 帶動了整個 那個 無花果爐肉的 昇華很多 餅乾 這樣無花果氣的昇華很多 是 增加很豐富的口感的程式 是 就是覺得很多元化 對 很解膩 可以一直吃 很解膩 對 然後再配上這個酒 再來 生火腿乳肉捲 生火腿然後加上 一些 我們調味沒有加很特別 是加 日本的山椒 其實跟中國花椒有點類似 所以口感上 除了原本的 起司 火腿的味道之外 還多了一些 特殊的香料味 所以吃起來是 口感會很豐富 就很想 來杯啤酒或是 我沒有吃過這樣的料理 這個每個人都喜歡 肉丸你吃一下 之前我們可能 吃完一盤 又再點了三盤 蔡俊你每次過對不對 來 它裡面的綠色葉子 是紫蘇葉 日本紫蘇葉 所以又有紫蘇葉的 方向在裡面 叫解膩的效果 肉丸感覺怎麼樣 它吃起來就是會讓我想要再喝一杯 難怪他們隨便都三四飛一下 可是我們今天不能做錯誤示範 要喝去店裡面喝不管 到店裡喝 蔡俊怎麼樣 它上面那是什麼 他問你說上面是什麼 你說醬料嗎 對 那個油 那是我們 一些那個 粗榨橄欖油 那個橄欖油磚 裡面還會加一些檸檬汁 來做解膩 還有一些特殊香料在裡面 所以 你看它裡面是有 粗榨橄欖油加檸檬汁 所以它不是單純的只有橄欖油而已 看起來很單純 其實我們花很多功夫在裡面 它的確裡面很多的層次在裡面 是 某某這個 你不要吃 留給我吃 我給你吃 繼續 這個是我們的店面特色 是 豬舌 豬舌頭 豬舌頭 我們豬舌用高壓鍋 然後壓到很軟 然後加日本清酒 我們用清酒去壓 然後壓到很軟 這是我們的急醋醬 我們放在這個小魚裡面 怎麼用 解說 它這個 上面這是我們自己做的蘿蔔泥 蘿蔔泥 然後把這個醬料 把它加進去 一片 這樣嗎 然後加一點蘿蔔泥 這樣配著吃 對 這是比較清爽的東西 嗯 那個 玉姐要自己自動一下吧 是 這真的很像巨酒屋的食物 是 冷的 可是味道很特別 對 繼續 我們剛剛還沒有介紹這個 這個也是我們的調酒 它其實叫做白玉紅豆湯 紅豆湯加白玉紅豆湯加酒 日式紅豆湯的吃法 但其實裡面是有酒在裡面的 哇 所以你很像在吃一個甜點 但是吃一吃 越吃以後越開心 太棒了 你應該還有很多 沒有辦法從店裡面拿上來 對 有些熱料 因為有些比較方便 帶一些比較冷盤料理 來大家試試看 我們店裡其實還有很多不一樣的料理 不過看得出來 其實每一次去你那邊 都有不同的surprise 因為有些新菜色 然後會有一些異想天開的想法 對 加油囉 謝謝 最後 蔡勳來吧 今天你的老婆跟你一起來 對不對 老婆說不要啦 我老公上就好 他在外面幫你做策錄 其實今天在蔡勳她的這個 咖啡特調裡面 除了要把所有的水果 全部用一輪之外 你要告訴大家的是 其實你們做甜點也很厲害 對 我們做甜點也很厲害 然後我們的招牌的話 現在河大跟男的 是我們的招牌今年都會捲 對 那因為肉桂捲它本身是一個非常經典 非常經典的一個甜點 對 然後它為什麼變成是我們招牌的事情 因為其實我們當初在擺四集的時候 我們在一天內可以就 一天四集可以賣到三百多個 你一天賣三四百個肉桂捲 對 四集耶 一天 一天耶 對然後就讓更多人知道 我們的肉桂捲越來越好吃 老闆娘我怎麼覺得我切不下去 發生什麼事 你要放著切 喔 因為我不對 不會弄是不是 對 那你可以用那個叉子壓著 欸如果我 我這麼不好切 對吧它很紮實 很紮實 很口感 然後它其實看起來很紮實 可是它尺寸是很鬆軟的 那因為我們有加了湯種 我們有自己做湯種進去 難怪 我覺得我怎麼這麼難切的原因 是因為你的麵包體應該很Q在裡面 對 欸我切不斷欸 不好意思 你可以直接咬沒關係 我用8的 可以 然後它的肉桂醬吃起來是不會嗆辣的 因為以往的肉桂捲 有些人外面的口感是 醬是很嗆辣 但是我們的醬是不會的 送人來人 你過來一下 你過來 是 這個最厲害的火車廁師 你是給我們看 然後你告訴我 哇真的很好吃 厲害 對 繼續講 好 然後因為那個肉桂捲裡面有加湯種 所以它吃起來的時候 你會覺得它是非常濕潤的口感 然後非常蓬鬆的口感 它這才是正確的方式啊 你要不要切一次給鏡頭看 然後再吃一口 我實在是太熟悉了 太優雅了 我太熟悉我自己個巴起來 對 鏡頭在拍喔 鏡頭在拍喔 你看就是要這樣切喔 人家在吃法式料理的感覺 這樣 超級好吃 講一下味道 剛剛其實我剛剛在 他們在做的時候 我在旁邊就聞到這個味道 整個房間都是這個味道 超級香 欸肉桂可以這麼香喔 對 所以你已經把那個肉桂的香氣調到不嗆了 對 它一定不是只有一種肉桂粉在裡面 而且有 對 它有一種奶香味在裡面 有兩種奶香味 兩種肉桂粉 有兩種肉桂粉 對 那為什麼會有奶香味 奶香味應該 應該是 我們有加一點鹽之花 所以它會讓那個 對 因為 什麼 麵包體本身會加點牛奶 所以它會加點鹽之後 它會讓那個奶香味更加明顯 加點鹽的關係 鹽之花 對 還有蜂蜜這樣子 繼續吃啊 嗯 很好吃 所以它 它其實整個肉桂吃起來的時候 它剛說什麼 它剛說什麼 很好吃 很好吃 好好好 繼續 它吃起來之後是不會讓你覺得很乾或很不俗 不要客氣 一直吃 一直吃 刀子給你 只要下來高雄吃 再來一杯時間 繼續 花生捲 老闆娘花生捲要怎麼講 老闆娘 它是用福原花生捲 福原花生捲 用新竹那個福原花生捲 新竹的福原花生捲 對 所以你一樣是這樣切 會非常濃郁 你切給我吃 我不太會切 交給我 交給你 這樣看起來多麼的優雅 對 哪有像這樣一拿起來就啃 對不對 然後那個小燕在跟你講說 你們家那個雪Q餅也很厲害 怕沒吃錢 沒錯 然後它也是有加糖種 所以它吃起來也是非常蓬鬆 我就說吧 這個不好切 它很Q欸 他們家特別紮實 跟外面不太一樣 我可以問你這樣 你賣一顆賣多少錢 130 再講一次 130 怎麼會有那麼便宜 那麼大一個 然後這個是150 你吃 你吃 對 福原咖啡 花生醬 它上面是滿滿的花生醬 然後裡面也有包花生醬 它的這個 它這個其實真的可以拼團購很厲害 真的 可以 央搶的感覺 對 可以打微波氣炸鍋都可以用 所以它買回去的時候 可以先冷凍 冷凍之後再烤就可以了 對 或冷藏也可以 所以我們很多客人他們是 外來都是說 我不會包 我不要烤 那就直接幫我包起來這樣子 然後回附醬包給它 怎麼讓我們音樂詳細 代表沒時間 對 對 好好吃 那就開始吃了就對了 今天謝謝三位來 四位來 謝謝大家 謝謝 應該結束了吧 我們繼續吃 真的好吃 真的好吃 真的好吃